第三个九题 小心又将玩具鸡蛋放在水中与盐水中 看沉浮状况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得到我们玩具鸡蛋的密度是1.1 所以它在水中是会沉下去的 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 它在水中所受的浮力会小于我们鸡蛋的重量 所以选项A说 我们的玩具鸡蛋的重量 等于在水中所受的浮力是错的 选项C说 玩具鸡蛋的重量小于在水中所受的浮力也是错的 是重量大于我们的浮力 那么前面的叙述已经讲到了 我们的所有的玩具在盐水中都是浮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玩具鸡蛋在我们的盐水中也是浮起来的 浮起来的时候浮力是会等于物重 所以我们在盐水中所受的浮力 会等于我们的玩具车的重量 所以选项B说 玩具鸡蛋的重量等于在盐水中所受的浮力是对的 而选项诸说 玩具鸡蛋的重量大于在盐水中所受的浮力是错的 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玩具鸡蛋的重量等于在盐水中所受的浮力 我们下列叙述